美女主播肖童文拥有亮眼外貌 出眾氣質深受粉絲們的喜愛 近日她透過社群發文透露 最近經常在廚房聞到異味 還聽到鳥兒的雞渣聲和腳步聲 因此懷疑有鳥兒在排油煙管逐潮 便找來水電師傅檢查 但對方處理後認為沒異味 應該只是有夠胃而已 所以肖童文請老公幫忙清除排油煙機的有夠 突然間摸到一坨有羽毛的不明物體 用筷子確認後才發現是已經長蛆的雛鳥屍體 老公把雛鳥屍體一開後 蛆蟲卻夾不出來 為了避免異味擴散引來蒼蠅 只好將排油煙機先封起來 等待廚具公司上班再處理 沒想到隨後她再度發文透露 排油煙機掉了幾隻蛆出來 她和老公忙著抓蟲 搞得筋疲力盡混身是汗 而且不知道有幾隻逃走了 讓她直呼好崩潰啊 맛있어요 紙利 摸 產 談 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